就在花瓶再度破碎的那一刻 唐先生知道 这一次 呆机大调啊 他被赶出家门 从此流落街头 可怜的唐先生 不断地思念他心爱的妻子 也不断地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 每一次看到触景神伤的画面 唐先生的心又再碎一次 唐先生这天来到网咖 看到大家都在上雅虎奇摩拍卖 当他打上花瓶两字 唐先生知道他的婚姻再也不可能破碎了 您一辈子找不到的东西 请到雅虎奇摩拍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